我们应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来宾 哇 专门请来的 好隆重的 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 法国高等教育署 中国总协调员 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合作处 副专员史利克先生和他的翻译 石小姐 欢迎二位 为什么请 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 有一位求职者叫郭杰 并且呢 郭杰的到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争议 这是其一 同时呢 有一个词汇啊 我们确实不了解 叫Buck5 因为这个事儿 哇 大家就纷纷在争议 我们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经过多方联系 最后就把史利克先生请来了 请教史利克先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Buck5究竟是什么 Buck5 当我们获得了全部的结果 当我们获得了他的课程 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法国参加了高考之后 如果你念过五年的书 所有该考的考试 直到你都考过了之后呢 那当你达到这个Buck5的时候 你获得了这个硕士学力 但如果在这期间 比如说你留级 考试你都没有过的话 那么你读五年书 Buck5年也不等于你就有硕士学力 你会得了这个硕士学力 它是由国家颁发的 无论你是上了公立大学 还是比如说是一个工程师学校 或者其他类型的专业的学校 你获得的学位应该是一个 同等的学历的一个学位 就是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国家颁发是什么意思 一课可以解释一下 在一个更 détail的 什么意思是一课程 导致一课程导致的 一课程导致一课程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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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课程导致一课程导致 一课程导致工程师学校 一课程导致 和一课程导致历 红医院大学中的协力 一个课程导致 网造员维致 举一课程导致 文规定达 并且互动导致 和一课程导致 一课程导致 预定驒 获格 医院大学中的森 以外 那么实际上当我们讲一个国家颁发的一个学历的时候 如果它涉及到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工程师学校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由工程师的 我们专业的工程师的这个资格审核的委员会 经过审核 你层一层每一年考试 所有这些过了相关的负责人都有签过字 都有认同之后 最后你拿在手里这样获得的一个就是工程师的硕士学位 如果是对于公立大学而言的话 那么它这个肯定是由国家颁发 而且是由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教育部长有签字的 那石小姐在帮我询问 石立克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当我们拿到这个证书的时候 这个证书上面是写什么 就是这个让人说学位证书 这个证书上是写什么 是写Bug加5还是写其他的什么 那么就像我刚才也说过 这个Bug加5 它本身是我们法国人习惯的一种口头表述 国家颁发给你这个证书的时候 它这个书面上肯定写的是一个完整的 是什么样的专业 什么学校的 一个什么样的硕士 不会给你简简单写一个Bug加5在上面 表示这是硕士学位 就是那硕士学位的表示就是它 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一个词 就是它是会写上master 那么我们会写上了这个证书 所以我们会写上了这个证书 所以我们会写上了这个证书 所以就说法国的这个学历其实 是不是就是过程还比较复杂 或者说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还是说特殊的专业 就上面就没有masker 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是有意义的 的确度可以写上ans证书 对 重点几书 非常落实现 非常专心 而是人们继续 是无关书 区别人家 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 当他发生这样一个学历的时候 上他会非常明确地写出来 根据哪一条相关的教育部的规定 经过哪一个具体的委员会的 某一种的审批 他已经考过了所有的考试 获得了所有这些考科的应有的 可以过分的成绩之后 才可以在你最终的文准上 会给你写上New Master 所有这些我刚才提到的细节 都会体现出来 对于工程师学校也是一样 他会具体地写 有哪一个工程师学校 什么资格的一个委员会 通过什么样的评审 最后颁给你这个工程师的学位 都是要有Master这样的字样的 在他这个工程师的证书上呢 证文上面会写 他是一个工程师的资格 在底下呢会具体地解释说 相当于公立大学当中 所办法的一个Master的 这个级别的学历 哦 明白了 请大家原谅我的啰嗦 就是我自己都嫌我很啰嗦 我为什么这么啰嗦 因为一旦遇到不懂的事 咱们把这事就跟大家给拆细了点 拆细了之后呢 容易信息传达得更准确 我一直秉承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咱谁都别回避问题 我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 郭杰的这个事 大家议论了之后 说实话我们也紧张 紧张之后的直接表现 是第一时间 我们赶紧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 根据郭杰当时报名的联系方法 给郭杰打了电话 我们就说一件事 郭杰 把你的所有的学位证书啊 拿来 我们呢 这不我们今天也把史立克先生请来了吗 我说我们也找相关的部门 把咱们的证儿啊 踏踏实实的咱们厌一下 因为都有系统可查吧 石小姐 因为我讲了 他应该是一个国家颁发的学位 那么国立学位的话 我们教育部和相关的 比如说他那个省相关的教育部门 肯定会有一个完整的备案 如果要查的话 应该真是有此事的话 应该是确实可以详细的考察出来 是 所以呢我们也 我们这事上我们不怕麻烦 我们说你把那个证拿来 我们查一下 但是在电话里面 郭杰明确的给我们的答复是 谢谢不用了 这么说吧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表达一下我们的态度 如果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说错了什么 无论是我 还是我们的老板 大家都愿意 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且去纠正 有错必究必改 但是 我与此同时还想说 该坚持的 我们也仍然会继续坚持下去 可以吗各位 如果说 那个那个 就是八课五那个事 给法国的同学们 留学生们造成了困扰 造成了困扰的话 我们真是如果有错误 表达歉意 今天史立克先生来 用这个态度 第一 我们欢迎法国留学生 来到这平台上找工作 第二 同学们 有空 有想法 去法国感受一下浪漫